Hello,大家好,我是妈妈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哎呀,我发现这个朋友是真好 我们今天不是报名的当地一个就是这种 看他们参观他们阿拉伯文化的一个团嘛 然后呢,一切免费他还给你提供车 送你回来,还给你提供食物 给我提供住的这个朋友,他要给我送过去 现在我们要出发去那个地方 where we go the place 其实我也不清楚 因为是我这边认识的一个奥地利的一个旅游的 他是环球旅行的几十年了,断断续续的去了七十多个国家 然后他联系的这个免费的参观团 然后呢,我就顺带蹭上楼 那我也能参加吗 他说谁都可以参加,但是我需要帮你问一下 人家帮我问了一下,人家说可以可以,你也可以过来 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比沙特传统风格的餐厅 这就是他们传统的一个风格 看到没有,这个墙是木头跟那个草弄的 这座椅包括这地毯都是比较传统的阿拉伯风格 他说这个是传统的那个裙子,让我选择一个颜色 然后这是他们的装饰品 这些门全是他们的传统风格 这些鞋子里面就是一个一个吃饭的地方 这个就是人家刚吃完饭 就是一个这样的座位 他现在给了我一杯阿拉伯的咖啡 他们这咖啡就跟我之前在多哈喝的那个差不多 就喝出了一股姜味 然后姜呢,配的这个咖啡 但这个又不是姜 我朋友跟我说这不是姜 这是另外的一种姜的品种吧 可能是那个沙黄姜 哇,他们这儿竟然还有只鹰 阿拉伯! 为什么他们闪着眼睛? 然后他们可以带着眼睛给你 啊,好 这是一只鹰 现在它是让我们坐在这儿席地儿坐 准备吃饭了 给我们准备了阿拉伯传统的食物 这是鸡肉和蜿蜂 这是酸奶跟羊肉 大家都是这么开始饭饭 这个是他们传统的这个狼 来点养牛肉 突然觉得阿拉伯菜 传统的阿拉伯菜挺好吃的 现在呢,下了车 他带我们来到一个王宫博物馆 这个就是他们的王宫博物馆 估计有很多以前王室的一些东西吧 所以这里有一个宫博物馆 也有一个宫博物馆 也有一个宫博物馆 我们将来到阿拉伯 在上斯回里的秘密 这个被摩坡 他今天讲的就是整个沙特国家的一个发展史 比如说他在哪一年然后建立的哪个国家 然后再怎么样怎么样的发展史 太复杂了 感兴趣的自己上碗茶 比如说他这是以前建立的那个GCC国家 然后多大一个零土 然后在了多少年他又变成这个零土 这些人是种中一样的部罪 Spills Dagers are called in Arabic Janbiyya or khangcar In the old days daggers were used for self-defense Nowadays they are used for decorative purposes And carrying guns is not allowed in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It's not needed basically And it's one of the saf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Here we have a photograph of King Abdul Aziz Dancing a traditional dance called Ahrabah 这是他们之前用的武器 这里有一个地图写了他哪一年去哪个地方 然后进去就是看电影了 电影会讲解更多 这个是他们以前的一个装束 然后这个火枪是以前从英国卖的 这个是他们以前用来装火药的 然后这个手枪是他们从意大利买回来的 这个也是用来装火药的 这个是德国 这就是很早以前在利亚德的一个老城区 他们居住的一个情况是这样的 这是沙特在1918年的时候 整个城市的一个模型就是在这里 这里就是他们沙特以前历届的一些 皇帝的照片 这个是以前他们使用的炮台 这是他们之前皇帝然后检查这个炮台的时候拍的照片 这是之前他们取水的这个东西 看到没有一根绳 然后一个桶 这个桶已经破了 然后往下面就跟那个我们水井差不多 里边很深下边有水 看到吗这水翁翁的 他们水呢是从那个取出来 一般在他们水池的旁边会有这种桶 这个桶看到没有它是从小到大 各种各样的一个型号它都有的 这个就是他们以前的沙特人用来储存水的一个工具 就是一个这样的 他这还有专门介绍了 这里他们沙特从最开始用这个 然后到这个 然后到这个 然后到了这个蜡烛 到这个灯 到这个灯 就电灯 这个 然后现在到了这个 就是他们的一个怎么使用的来源 这是他们以前从其他国家 买的各种枪 这个是德国的 这是以前装子弹的 看到没有 这个玩意儿就是放大镜 而这个你猜是什么 绝对看不到 看到没有 to carry coffee 然后当他们去 这个是他们去旅行的时候 用你来装那个咖啡豆 或者是还是煮袋的咖啡的一个瓶子 因为它写的是coffee 这是咖啡煮好的咖啡吧 然后这就是各种各式的一些枪枝 头前不是说到了阿拉伯 谁都给你一杯咖啡吗 没想到在这样一个中东国家 它居然还有培育咖啡的 你看 这是不能磨 这是真的咖啡豆 然后是从一棵小苗培育到这样的 这个是跟我们国家那个牛拉梨差不多 因为它也是一个这样的工具 然后促使那个动物来耕地 这个是一个这种农子 就是保护别的动物 不要来吃掉他们的一个咖啡苗子 这是他们沙特一些制作咖啡的工具 看到没有 然后这里是各种咖啡豆 这里是各种这种香料 好精致啊 这全是他们用来做咖啡的一些用具 这是他们做出来的一个咖啡 我们看完了国王博物工 现在呢我们要出发去当地的一个集市 巴扎 哇 这只人还是很多的 给你们看一下沙特的集市长什么样 这是一个卖拖鞋的店 我发现他们当地人穿着白袍子里边 几乎人人都是一双拖鞋 这是清香的各种的那种木头 你别看沙特是一个中东国家 但是它晚上真的晴冷的 我还需要穿羽绒服呢 他们这居然有这种拍卖 然后拿一个这个东西在这 你出多少钱 这个出多少钱 这个出多少钱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有没有看见好的归礼呢 这有意思啊 这都是他们用来卖的东西 你看还有这种看起来好不老的 看着墙上各种各种的地方 然后这里卖的各种的东西 看起来就很旧 然后我跟我的那个奥地地的朋友就说 嗯这些肯定是他们做旧的 我们中国太多了 你别看这个感觉像一千年两千年以前的东西了 不难信 不难信 不过挺好看的 你看这个 感觉像一千年一夜 故事里面的东西 故事里面的东西 这些都好精致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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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他们阿拉伯的一个地产 这边是一个大集市 哇哦 哇哦 看这个 哇哦 这个好漂亮哦 哇哦 哇哦 这是土耳其的,然后铁链子,这上面是钳 这是个牛角 食克兰 这是他们的熏香 他说这个是他们纯天然的一个树 然后放进去做的一个熏香 但是把它磨成碎,然后做的 这就是他们当地购物的街道了 哇,这个我也搞不懂为什么要弄这个灯 这里是一个艺术,如果你想她拍摄一个照片,她可以 哇,我喜欢这个风格 谢谢 这是你的想法 是的 哇,真好看啊,这个风格 哇 哇,我喜欢这个 哇 这是古典的故事 我喜欢这个 谢谢 接下来看到的这些都是地毯 看到没有,这个天花板上 到处都是地毯 在这街头就是这种 买包包衣服的地方 这就是他们的老吉士 真有意思 然后当地的女性也出来摆地摊 又是这种街头小吃 这个是玉米 因为我今天穿的是他们传统的一个居家服 我就在这儿了 看看一下,在沙特的这个街头 能找到什么街头食物 走,待会一起寻找去 首先看到这个是啥 这个就是面包 中间夹一点土豆 然后放一点番茄酱 多少钱? 4元人民币 谢谢 4元人民币 谢谢 在这个城市也藏着好多这种小吃店 这是印尼人吗? 没有,是印尼人 印尼人 印尼人 各种饮食 你来自? 中国 这个是冰箱 黑椒 现在我身后呢 就是一条衣服的街道 哈哈 像我祖母的样子 大花 大花 不同的花 不,在中国有很多 这个? 这个五块钱一个就是十块钱 这个小的三块钱一杯 喝下来就五块五人民币 然后从这里出来 这有个个绿的 我从来没有吃过 喝过干蔗汁 放姜粉跟柠檬 再一次 再一次 我再试一下 让他给我放柠檬 然后再一点姜粉 咱也不知道这是啥味道 就是肠 让我尝一下 喝不出来柠檬的味道 一点点姜粉的味道 我又让他给我多加了点柠檬 这个没有那么甜的 然后酸甜很适中 又有点姜的口味 这个口感还挺特别的 乖 乖 ok and chili sauce 这么丑 嗯 我已经拿到我的鸡肉卷了 看到没有 这味道好吃还便宜 只要五沙币一个 还有这个薯片 有鸡肉 有番茄 边走边刮 还有最后一口就吃完了 他这辣椒酱是那种酸甜的 我又花了15沙币 买了一杯石榴汁 你看他这个石榴压了 我记得有五六个吧 比我去水果店买石榴方便 还便宜